大家好,我是麦子商城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实现这个麦子商城的详细,这个产品详细页面的一个基本功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可见 首先我们这一讲呢,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关于这个产品放大镜的一个特效的一个制作 放大镜的特效呢,在电子商城当中是一个非常具有商业意义,非常酷的一个前端特效 那么它的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呢,对于产品,对于用户,对网站的一个使用体验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户体验 那么在京东啊,包括在淘宝,天猫啊,这样的平台上面呢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放大镜的特效 这里呢,我们是在网上截取了一个这样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放大镜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这边呢,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图片 由于呢,这个商品的啊,这个网页的版面的啊,这个大小的控制呢 这个图片呢,它不可能百分百的完全呢,啊,显示它的大小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旁边呢,就可以放一个啊,这个类似于放大镜的一个啊,容器 当我们鼠标移动到哪里的时候 那旁边呢,就显示到这个图片的,在具体的某一个啊,角度 这样呢,对于我们用户选择商品呢,就有一个更友好的一个使用体验 这是网页上的一个基本图片效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站啊 我这里呢,打开了一个淘宝的一个页面啊 这是天猫上面的 那这里呢,我们鼠标移动到这个产品的图片上面来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详细的啊,就是一个放大的一种效果 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啊,这是一个小图片 这里呢,放的就是它的一个大图片 鼠标移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等比例的 把这一块的内容呢,呈现到我们的这个容器当中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课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放大镜的制作原理呢,实际上我们用一个成语可以来概括 那就是管中窥抱 什么叫管中窥抱呢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拿一个管子啊 通过一个管子,然后去看啊,对面的一个报纸 那么如果报纸离我们比较近的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个报纸的身上的一个斑点 好,就这样的一种效果 好,那么它这里呢,通俗的来讲 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先定一个小小的容器 然后呢,这个容器里面呢,放一个高清的大的图片 好,那么大家呢,玩个数码相机啊,都应该清楚 那么一般像单反造出来的一些数码的一些相片 它都是非常大的啊,都是几千像素 好,那么它如果放大 原始大小,那么是很大的 可以撑满整个屏幕都有可能 好,那么我们这里呢,把这个放一个高清的大图片 然后通过控制这个容器的滚动条 来看这个图片呢,各个部分的位置 那么就好比,比如说我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里面的这个容器 那么这个容器呢,现在大家只能看到这个容器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现在可以通过去改变这个滚动条的什么距离 是不是啊,这个呢,高度啊,叫它的滚动条的距离 或者说纵向改变它的距离,横向改变它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容器当中啊,各个部分的位置 那么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那么具体的设计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呢,我简单的给大家写成啊,写成四个步骤 第一个,我们需要呢,在这个图片的旁边先放一个DAV容器 那根据这个DAV容器和这个图片的这个关系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应该是一个绝对的定位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放的这个DAV容器呢 它应该是个绝对的定位啊 绝对定位呢,我们可以直接设PersionOptionate 相对它的这个负容器的一个绝对定位 然后,就是当然这个图片它并没有啊 一开始就显示的 放了进来,它最开始呢是隐藏的 当鼠标移动到上面去的时候 它才会怎么样显示出来 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 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 这里呢,要有个什么事件啊 它的一个什么,设置这个DAV容器的 这个Disney啊,为显示状态 Disney设为Nung,或者呢,设设为这个Block 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宽度和高度来进行显示 然后,第二,第三一个就是鼠标移开的时候 它又隐藏了 这里呢,设置它Disney属性呢,为Nung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获取鼠标相对位移 相对位移,比如说我现在呢 鼠标在这个位置,那么我就可以先找到这个图片的某一个点 然后找到它横坐标,找到它重坐标 然后再和它原始图片的这个大小呢 相进行比较,然后进行相除 这得到了一个比例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图片是300乘以300的一个像素 而这个原始图片呢,是2100乘以2100的一个像素 那么我用2100除以300,那就是7 然后它就是它的7倍 比如说我们鼠标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它就应该呢,恰好在这个图片 第七个像素的位置 乘以7,横坐标 如果它,现在我们比如说鼠标在这个像素 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大概比如说是100 那么它在这里呢,它就应该是700的位置 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比例 然后通过这个比例呢 我们可以用来重新设置滚动条的一个滚动效果 那这里呢,有四个属性 四个属性 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Offset X Offset X呢,是用来获取 鼠标 指针 位置 相对于触发事件对象的X坐标 比如说我现在呢 在这个图片上移动 那么我们给它定一个 Mouse Movie的一个事件 就是鼠标移动的事件 那么当我移动到这里来的时候 鼠标选定在这里来的时候 那么它在这个图片的哪个位置 它的横标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Offset X来获取的 Event 叫Clinked Offset X 还有呢 Offset Y就是获取它的重坐标 就是触发这个事件的 这个对象 也就是我们这个元素的重坐标的值 这里呢,还有两个 就是Score Left Score Top Score Left是用来获取或者用来设置这个 Score Left是用来设置这个滚动条的左间距 这里 左边的距离 那么大家有经验的同学可以发现 我们这里Score Left如果值越大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我们就能够越能够看到 这个图片右边的部分 是不是 对 那么同理,如果这个Score Top值越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下边的这个内容 那么结合着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 还有呢 这个基本的设计步骤 我们一起呢 来通过代码呢 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接下来我们先在这个图片的旁边呢 先定一个DAV 这个是ProInfoList 这是用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 在这里给它定一个 定一个style paration relative 就相对的一个定位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 再放一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注释一下 这个是放大镜 盒子 然后这里呢 给它定一个ID big imagine box 然后这里面先发一个 imagine src 然后这个src呢 里面我们暂时呢 不给它定 然后呢 这里给它定一个ID target imagine 然后我们在 这里给它定一个style pricing oppersunit top top 等于 top呢 这里 top这里呢 我们给它定义 比如说 50个像素 left 10个像素 这里呢 为了我们能够看得到 我们可以呢 先给它加上一个边框 ok 我们这里呢 刷新一下 还有就是 这个盒子的宽度和高度 y的是 比如说 300个像素 height 400个像素 这里呢 你先来看一下 就这样子 这个400和300 稍微有点 这里我们也把它设为 300 然后top呢 这里20个像素就可以了 然后刷新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目前呢 它是 显示状态的 然后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加上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 就这样的一个图片 大家会发现 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没有给它 定义大小 这个图片 给它定义了大小的 定义了大小的 它就进行了压缩 所以说我们看着它 是一个压缩后的一个效果 这个呢 没有给它定义大小 那就是按照它实际 这个图片大小来进行显示的 而现在我们这个图片大小呢 远远超出了 这个什么 这个容器的 大小 超出了300x300的大小 所以呢 使得这个容器呢 已经被撑破了 那现在我们还需要 对这个容器呢 做一个CSS的样式 那么它超出以后 那么我们这里设一下 overflow 超出以后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呢 这样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 超出以后 如果我这里呢 设为score的话 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这里就会有个滚动条 看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 鼠标移动上去 当然现在还没有去写 这个JAScript的事件 所以呢 这里不能动态的改变 这个滚动条的 这个 这个距离 所以说我们不能看到 它相应的这个位置 那么实际上原理呢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超出了以后 超出了这个容器以后 那么我们 实际上改变这个滚动条 那么它就可以看到 这个 不同的部分的内容 这就是一种放了进的 一种效果 那这里呢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设置这个放大镜的 效果的时候 这个 放大镜里面的 这个图片大小 一定要 大于我们这个 放大镜本身的 这个大小 才能起到放大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做两个 准备工作 先来做两个准备工作 前面在我们的原代码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去写一个函数 就是控制这个显示和隐藏的这个函数 Display 传个ID过来 然后呢 这里 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这样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 获取一个对象 Display 这里呢 应该是 Domant GetElement ByID 然后把这个ID呢 传给它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调用函数的时候 传过来的ID 找到这个元素标签 找到这个元素标签以后呢 我们设置了它的Display属性 设为什么呢 设为显示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隐藏 Heading OBG 然后同样第一步 还是通过这个ID 去找到这个元素标签 然后接下来呢 设置这个元素标签 Display属性呢 为这个Long 这是一个是显示 一个是隐藏 这是我们写的两个函数 那么后边呢 可能都会使用到 要显示 这个是显示 指定ID的标签 这个是隐藏 隐藏 指定ID的标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 这是 这里呢 我们要来改变这个图片的路径 改变这个图片路径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写一个函数 方形 是用来切换 这个图片的路径 初始嘛 初始化 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打开我们的这个 现在鼠标移到这里 移到这上面去的时候 你在这上面去的时候 同时 要把这个图片的路径 复制给这个DAV里面的Imagi 好 那么 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要去实现 就初始化 这个放大镜的这个效果 好 首先我们定一个 通过 通过DugmanElement ById 首先呢 我们要去找到 这个目标图片 好 我们的目标图片是 就这个 TargetImagi 找到这个图片 这是找到它 然后第二步 就是找到 我们要切换的 这个图片的 原文件的路径 那么这里呢 同样去找 怎么找 我们鼠标 移动在这上面来的时候 那么肯定是要去 触发它的一个什么 悬停事件 移动上来 就触发它的悬停事件 那么通过它的悬停事件呢 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元素本身 可以找到它元素本身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 怎么去找 这里invent i.r.r.src.element 就是通过触发四键 去找到它的这个元素 然后找到以后呢 复制给这个object2 然后第三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object1.src属性 和这个就是复制 说白了就是把这个 第二个元素的src属性的 这个路径呢 复制给这个第一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目标图片的 这个路径 那这个函数 还是给它注视一下 大家呢下来可以 认真地去研究一下 这个呢是初始化图片 初始化放大镜图片 那么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呢 这个函数呢 应该是在 这里啊 我们是over的时候 我们前面呢是切换图片 那么在这里呢 也可以再调用一次 这里打个分号 这个是 也就是这个函数调用完了 接下来 接着调用第二个函数 是这样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效果 这里没有 那么我们这里呢 刷新一下 那这里它并没有显示出来 拿起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 它调用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首先实际上只有三句代码 第一句代码是获取这个 放大镜的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imagine 然后第二步呢 是获取触发事件的这个ID 通过ID呢 去找到它的这个元素 然后呢 再把这个元素的src属性呢 复制给这个 放大镜的里面这个图片的src属性 那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是好像是因为没有这个ID的原因哈 那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ID 这个是ID等于P1 ID等于P2 ID等于P3 ID等于P4 加上一个ID 然后再来刷新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 就实现了一个 变换 实际上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呢 直接在我们的 这个签计imagine的这个方法当中呢 去添加代码也可以直接实现 也就是说这里签计imagine是 直接在这里面呢 它这里就获取出来了这个src 出发4件的src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src的这个值呢 复制给 这个target imagine 这个对象的src属性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们刚才给大家演示这个 相对来说呢 还多走了两步 但是呢 思路呢 相对来说要更清晰一些 因为这是单独定义了一个函数 来实现这个放大镜里面图片的一个初始化 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写个函数 来实现它的这个改变滚动条 改变它的这个滚动条 然后去显示它对应的这个详细部分的位置 那这个呢 我们先把这个框架呢 给大家搭建好 大家要来自己呢 先来实现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定一个函数 这是我们定了一个鼠标移动的函数 鼠标在上面移动的时候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获取这个DAV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放大镜的这个DAV呢 我们初始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什么状态呀 应该是隐藏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应该给它设置为DISPLAY 设为NUM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它初始的时候 并没有 并看不见 看没有 看不见 然后我们现在呢 鼠标在上面移动或者悬停的时候呢 它就会显示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呢 调用我们刚才的DISPLAY OPG的这个 调用这个函数 去把刚才的我们的这个 ID呢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就这个容器的ID 就是BOX BIG BOX BIG IMAGE BOX 这个这一步的步骤呢 就是显示 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刷新 那么这里呢 因为这个函数呢 我们并没有 在上面进行 移动 我们这里呢 可以 在这里放一个移动事件 也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图片上面 在这个图片上面 放一个 on mouse 母尾 注意哈 这里不是悬停 而是移动 的时候 调用这个函数 在这个 图片上 哪个图片 就是这个图片上 鼠标在上面移动的时候 调用刚才那个 方法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Display BIG IMAGE BOX 初始的时候呢 显示为lun 好 然后 当选 移动的时候 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前面 写的这个 通过ID 获取到它 注意哈 这里呢 还少写了一个style 那是objet style 然后下边一样的 要给它添加下 添加一下这个style的这个属性 objet style display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调用了这个 Display 然后Display呢 找到了这个 就是把这个ID给传进去 就是我们显示这个 放在进的这个盒子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来刷新一下 这里呢 这边仍然它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传了一个bigbox 然后再看上面 哦 对了 这里也有个bigbox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现在有两个bigbox bigimagebox的这个容器 那么它现在呢 就不知道到底要显示哪一个 所以呢 我们要把下边这个 给它改一改 改成DV 后边加一个后缀 bigimageboxdV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重新的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再来刷新我们的页面 刷新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 就出来了 好 那只是说 现在有还 又存在了一个另外的问题 就是鼠标 移上去以后 它初始的这个图片 这里是空的 那这个空的该怎么解决 那我们可以呢 初始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图片里面的 这个imagine呢 把它复制过来 好 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 就把这个图片 的这个src的属性值 复制给这个里面的src属性值 这个呢 大家下来自己呢 去完善一下 好 我们下一节呢 再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个放大镜 核子的核心代码 那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把前面的准备工作 先做好 这个 放大镜 特效 好了 那这一节呢 我们就主要实现了 这些功能 大家下来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课程呢 自己呢 敲敲代码 去实现一下 好 再见 再见